这个视频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PS5的手柄如何用蓝牙的方式连到Windows 11上玩Windows的游戏 我先说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就是蓝牙方式的连接不如数据线连接更稳定 另外我还尝试过把PS5手柄用蓝牙的方式连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 苹果笔记本的电脑的蓝牙比Windows 11的蓝牙要稳定 兼容性更好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我这个电脑的主板是支持WiFi和蓝牙的 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Win10或者Win11 它自动会给无线网卡和蓝牙装上系统自带的驱动 在这我建议大家使用网卡自己的驱动 另外一般WiFi在主板后面都有两根天线 记得也要插上天线 这样可以让信号更强更稳定 更容易找到发现设备 如果你的主板没有WiFi没有蓝牙 也可以通过USB蓝牙接收器 方法是一样的 最后说一点 虽然PS5的手柄很好用 但只限制于它玩PS5游戏 对于玩PC Windows游戏的话 它的兼容性 它的震动 它的游戏的优化程度 是不如微软的XBOX手柄的 下面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进入系统设置 我现在是用横屏录制 如果你看不清文字 用的竖屏的话 可以点击下面的横屏播放 这样文字会大一些 左侧有一个蓝牙和其他设备 现在是没有PS5手柄设备的 在这个位置点一下添加设备 另外这个蓝牙要给它打开 如果你那看不见这个添加按钮 可以在设备里面点击添加设备 这里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是蓝牙 进入蓝牙 现在电脑的状态就是 电脑在查找附近 有没有蓝牙设备 下面该PS5手柄出厂了 我现在这个PS5手柄 默认连接的是PS5 我需要按这两个键 各位注意 一个是PS键 一个是这个键 叫分享键 这个分享键 因为一按PS键 PS5就会开机了 所以说这两个要一块按 要按住 我可以先按这个 再按这个 按住 一直按到它这个灯会闪烁 闪烁了吧 这个闪烁 它并不会开机PS5 它会发送蓝牙信号 此时我们再看Windows电脑 这有一个设备 发现一个设备 叫Wireless Controller 点击正在连接 很快 显示已连接 然后点击完成 现在就看见了两个设备 一个是键盘 一个是手柄 我们进入游戏试一下 比如 忍者成规吧 现在手柄的状态是这样的 这个蓝灯是亮起的状态 都是适配好的 它这个摇杆也是适配了 现在游戏内容 显示的键位还是RB和RB RT是插包子 手柄的键位 说明这款游戏 在键位说明上 没有对PS 手柄进行支持 键位已经支持了 就是可以用 但是显示没有做到优化 所以说在Windows下玩游戏 如果用手柄玩的话 还是最好 弄一个Xbox手柄 最后再补充一下 如果你只有一个PS5手柄 现在已经连接了Windows电脑 如果想重回玩PS5该怎么办呢 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用PS5自带的手柄数据线 把手柄连到主机上就可以了 然后再拔下来 也是无线连接 下次如果你再用这个手柄 玩Windows游戏的话 还得像今天这个视频一样 重新再试配一次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